晚上睡觉 肛门痒痒是怎么回事 老婆猪 脑中响了那么久 你怎么还不起床呢 不是啊 我一晚上没睡好 你怎么起得来嘛 你会没睡好 这倒新鲜了 真的 博士 昨天晚上我的肛门好痒 根本睡不着啊 原来如此啊 根据我的判断 你可能是肚子里面长虫虫了 肚子长虫 没错 晚上睡觉的时候 肛门常常痒是一种小虫子引起的 这种小虫子叫做饶虫 它住在人的大肠里面 长得像一条小白线头 专门等人睡着的时候 到肛门周围产卵 害得你肛门痒痒的睡不着 只好用手去抓 这样子指甲就沾上了虫卵 如果不洗手就吃东西 虫卵又被吃进肚子里面 自己传染自己 饶虫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肛门痒的时候啊 要请医生治疗 千万不要用手去抓 这样子你明白了没有啊 啊 我刚刚才说完 你怎么还吃手持头呢 啊 我忘记了 退退 啊 乱呼呼住 你把虫卵吐到我脸上了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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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